好咱们接下来说啊就是说当咱们在处理数据的时候可能还有这样一种形式啊 比方说这个season这个season啊就是表示着科比现在是在第几年的这个赛季啊 比方说有2000年2001年或者是2008年 这里啊不光包含了一些数值哎还有一些特殊符号吧 那么对于这些特殊符号啊其实机器学义算法它是根本不认识的 那么对于这些啊带有特殊符号和死尊值的数据啊 咱们就需要先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值的数据 在这里呢咱们可以用啊Pandas一个非常常见的函数叫做upply函数 这个upply函数的意思啊就是说我要选中DataFrame当中的某一个列 哎对于这个列我要应用这样一种函数啊 这种函数呢是写成了一种立名函数 这个立名函数的意思啊就是说我要对这里边的每一个值先进行一个切分 按照这个杠来进行切分切分完了之后呢我是取杠右边的这个东西 比方说我就用这个01来表示着啊这个2000赛季到01赛季 用02表示着2001到02 然后呢用这个00表示着1900啊到咱们的一个2000年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啊通过这样一种方法 可以帮助咱们啊先把一个啊带有特殊字符的一个数据 转换成一个都是整形的数据啊 这个也是咱们必须要做的 好那么下面呢嗯这个unic啊看看大家说过了啊 咱们就不多说了这里啊咱们又用Pandas创建了一个新的DataFrame 在这个新的DataFrame当中啊咱们传进来了两个列 这两个列呢就是啊咱们一会要观察的两个指标 可以说啊这两个指标一个是MatchUp MatchUp意思啊就是说当前科比所在的这个队啊是在跟谁打 那么Homer这个属性呢就是表示着哎他跟谁打那个人他是一个什么队 这个POR表示的意思啊我记着应该是开拓者吧 就是说这场比赛是胡人跟开拓者打的 如果说啊当咱们在进行一些属性或者是特征分析的时候 哎发现啊可能有一些属性或者是一些特征 它对咱们最终的结果影响啊可能没有那么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也可以选择啊把这些特征从咱们的DataFrame当中啊给它去掉啊 也是可以的好那么咱们接着再往下说啊 接下来还有两个属性这两个属性的名字呢分别 第一个是咱们刚开始造的这个Dist吧 Dist呢是咱们刚才计算的一个X方加Y方在球上除上这么一个根号吧 那么还有一个属性啊叫做一个ShortDistance 这个ShortDistance啊是咱们原始数据当中给咱们提供的 那么对于这两个Distance啊大家现在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怀疑 这两个Distance描述的距离之间有没有一层相关性呢 或者说啊这两个Distance会被呈现出来你大我也大你小我也小的关系啊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如果说两个属性或者是两个特征 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强的正相关或者是负相关啊 那这两个属性是不是说咱们只选择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这两个属性啊描述的都是同一个事吧 既然描述同一个事咱们就没必要再拿两个指标来去进行衡量吧 如果说你拿了两个指标不一定会产生好的效果 相对来说还会使得你这个模型效果没准更差了一些 所以说呢在咱们选择特征的时候啊咱们就要来看一下 有没有那么两个特征啊他们说的都是一个事 如果说说的都是一个事啊咱们要去掉其中的一个特征 那么这里呢还是啊先选定这样一个figure size是等于55的 然后呢在这里啊是画了一个三点图啊 x坐标 y坐标分别等于这两个属性 指定一个颜色是蓝色 那么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看出来 对于这两个对于这两个属性来说啊 他们完全是一个事吧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正式相关性吧 正好是y等于x的一个 呃y等于x的一个判别式吧或者说是 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两个变量啊 他们之间呈现了出来一种非常强的正相关 那么接下来对于这两个变量的选择啊 咱们只需要保留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 好然后啊咱们接着来说啊 首先啊需要给大家讲一下Pandas的一个函数 叫做group by 这个group by的意思啊就是说 我先找出来数据当中的某一列 以这个列里边的数据呢 当成是一个key 然后呢对其他组或者说其他列啊 进行一个相应的计算 那么这里啊咱们就结合这样一个例子 来给大家形象的表示一下 首先啊给大家先看一下一会儿的咱们的结果 咱们一会儿的结果就是说 呃因为科比在出手它有不同的位置吧 不同的位置我想给它画上不同的颜色 也就是说咱们拿一个图来说吧 呃比方说这个蓝下的位置用这样一种颜色来表示 然后呢在一个罚球线里啊 或者说是一个合理冲上区 咱们用一个浅蓝色 再往外咱们用另一种颜色 那么其实呢这三个图啊描述的都是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科比是在什么样位置去出这个手 投这个蓝的 那么对应对应于这个代码呢 咱们是先用这个group by找出来 科比这次出手啊一共在有几个地方 比如说这里我们统计了一个videocons嘛 比方说拿一个列来出来 这个呢这个属性当中有六个列 那么这块呢咱们用了一个zip函数 zip函数啊就是说我对应于每一个位置都要找到对应的一种颜色 先是定义了一个gs和cs 然后呢把这个gs和cs啊分别用zip给它zip起来 zip起来之后呢就是说一个属性它对应一个颜色 另一个属性对应另外一个颜色 那么下面呢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PLT的settler PLT的settler里边啊分别画一下不同颜色的点 是在图的当中什么位置的 把这个x值啊和y值分别给它传进去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形成了咱们这样一个图 通过这个图啊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科比啊在很多地方都有出手吧 那么当然这是一句废话 那么更明显的一个趋势啊就是说 其实呢这三个图啊表达的也是一层含义吧 都表示的是一个出手不同的位置 那么对于啊这种还是表达的是一层含义的东西啊 其实对于这三个属性来说啊 咱们还是选择一个就可以了吧 那么刚才给大家讲了很多啊 关于这个特征啊 它是咱们怎么样进行一个展示和处理 以及呢选择这个操作 那么刚才要给大家说了 有很多的值是咱们需要进行去掉的吧 比方说这个x和y 咱们已经是可以通过一种极座标的形式来进行表示了吧 那么对于这些啊 已经有其他量来进行表示了 咱们就可以把它们去掉了 还有啊比方说很多的ID值 这些值啊 对于咱们最终节目来说 都是一个啊没有影响的吧 所以说在这里呢 咱们可以给它drop掉 若说啊你想拿Pandas这个DataFrame啊 去去掉一些东西 直接掉它的一个.drop函数 在.drop函数当中呢 咱们就可以指定出来 哎什么你想去drop就可以了 这是啊咱们定义了复循环 在复循环当中呢 咱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去drop 好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可以又打印一下它的一个 嗯这里啊再给大家讲另外的一个东西 也是啊Pandas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咱们之前啊 是不是说这里有很多的这样 比如说哎这个投篮的区域 它这些投篮的区域啊 它都是一个位置吧 而不是一个01234进行表示的吧 那么对于这些位置呢 咱们希望啊先要用一个整形值来代表一个string值 比方说这六个值吧 这六个值它都是一个string或者说是object类型值吧 那么对于这些值来说呀 咱们机器是不认识的 所以说呢首先来说啊 咱们需要把这些值进行一体的转换啊 比方说把它映射成0 把它映射成1 这个是2 这个是3 这个是4 这个是5 这样的编码方式啊 当然是可以的 那么通常啊 在咱们机器学习这个领域当中啊 还有一种编码方式叫做玩耗的编码 给大家讲解一下什么叫做玩耗的编码 玩耗的编码的意思啊 就是说 比方说咱们现在某一列属性啊 当中有分别有三个属性吧 A和B和C 然后呢 玩耗的编码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这一回呢 你现在不是一个特征吗 我给它切分成了三个特征 比方说啊 这个三个特征 不用这么写吧 三个特征分别 咱们用三个杠来表示 那么一个数据来了 如果说它之前是在 这写个A 这写个B 这写个C 之前呢 它是等于这个B这个属性 那么它对于A来和C来说 它就都是零吧 对于B来说 它就是一 如果说呢 这个二号样本来了 二号样本呢 在C这个位置 它是属于C这个属性的 那么对于这二号样本来说呢 它A和B的值啊 就都是零 C的这个值啊 是等于一的 也就是说啊 这个弯号的编码 就是说 如果说你当前的这个特征 它有几个属性 咱们就构造出来 几列 然后呢 在这些列当中啊 它宰哪个列有值 咱们就把哪个列值 复成一 那么其他列值啊 就都是零了 用Pandas啊 来进行这个 玩号的编码啊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啊 在Pandas当中啊 给咱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方便的函数 可以啊 帮咱们快速的完成 这个玩号的编码的方式 嗯 这个函数的名字啊 就叫做 getDamets 这个getDamets啊 咱们先从这个结果来看吧 这一集呢 我是先打印了一下 某一列属性的一个 v6count子 咱们来看啊 这一列属性 它是有六个不同的 不同的属性吧 比方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然后呢 一个玩号的编码 它形成了什么样格式啊 对于一列 咱们是不是给它 转换成了六列啊 比方说 现在这是一二三 然后呢 四五六 确实有六列吧 在六列当中啊 它是只能在某一列当中 是有一个值等于一的 然后呢 对于其他列上来说啊 它的值都是等于零的 那么这个getDamets啊 就帮助咱们完成了 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么可以看啊 就是说 在完成这个操作的时候啊 它还帮咱们做了额外的一个事 也就是说 这里呢 咱们是不是新建了一个列啊 这个列 咱们还没有指定名字啊 那这个名字是哪来的 咱们可以通过指定一个 这个perfect 这个perfect意思啊 就是说 你现在不是要构造出来 很多的新的列吗 那么新的列啊 用什么样的名字啊 咱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前缀 比方说 我现在啊 写了这样一个前缀 跟咱们之前的一个列名字 是相同的 那么咱们新建了列当中呢 首先来说 就是先有它的前缀 然后后面接的 就是当前的这个列的一个名字 比方说 叫做Bugshot 诶 是在这个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新的列的一个名字啊 通过指定完这个前缀之后啊 它就是咱们的前缀 再加上这样一个下杠 再加上自身的一个属性的名字啊 就形成了 咱们新创建出来这个列 它叫什么名字 那么通过这种 玩号的编码方式啊 就可以帮助咱们 把这些 比如说某一列当中 或者某一个特征当中 有很多的死随值 一些属性值 咱们就可以把这些属性值啊 转换成一些新的特征 这些新的特征呢 都是由0和1来进行表示的 那么在这里啊 就是说啊 实际上实际的 咱们对这些 是有着一些 object类型的 对于DataPandas来说啊 object类型就相当于 咱们Python当中的 Street类型是一样的 要先把这些类型啊 给它转换成一个 完号的编码格式 转换完了 这个完号的编码格式之后啊 咱们再给它 contact一下 contact一下之后呢 它就会帮助咱们 就是说 把新造好的特征啊 再加入到咱们新的 再加入到咱们之前 造好的那个DataFrame当中 用就相当于是这样一个 连接的操作 要进行连接操作啊 你需要指定一个 你是按行连 还是按列连 因为咱们现在啊 是一个按特征 进行切分吧 也就是说 一个数据 咱们是把左右两边 进行切分吧 比方说 左边这个是一个 咱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 三万乘十的 右边这个呢 它是一个 三万乘二的 咱们想把左右 这两个给它拼在一起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把列和列 拼在一起吧 所以说 这块呢 咱们要指定一个维度 是等于1的 如果说你指定维度 等于0啊 它就是按照一个 样本和样本 进行一个拼接的 拼接完之后啊 咱们还要把之前 做这个 get damage的 这个函数啊 当前的这个列 是不是它就没有用了 还要把当前这个列 给它去掉 去掉呢 也是按列啊 一列一列的 进行一个去掉的操作